IT全播报信息库线早知道 现在苹果已经公开回应 为了打消用户的顾虑将对Siri进行一些更改 在默认情况下 苹果将不再保留Siri互动的录音 回顾一下此前7月份英国卫报的报道 苹果承包商能够听到一些相当私密的信息 比如用户保密的医疗信息 毒品交易和夫妻发生性行为的信息 该媒体还称承包商定期听到机密信息 但是与爱尔兰审查报交谈的承包商表示 录音偶尔有个人数据或对话片段 对于Siri的承包商来说 假设他们一天工作8小时 转入1000条语音命令 意味着他们每分钟必须处理 两条语音信息的监听和转入 苹果在最新代声明称 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 苹果设计的产品和服务 是为了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 Siri是一款开创性的智能助手 其目标是为给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 但前提是要保护好用户的隐私 我们意识到 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从高的理想 为此深表现意 苹果决定对Siri进行一些改进 首先在默认情况下 苹果将不再保留Siri互动的录音 将继续使用计算机生成的副本 帮助Siri改进 其次 用户将可以选择主动参与 来帮助改进Siri 主要是利用用户请求的音频样本进行学习 苹果希望更多的用户 会选择帮助Siri变得更好 因为他们知道 苹果尊重他们的数据 并且有强大的隐私控制 当然那些选择参与的用户 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第三 当用户选择加入时 只有苹果员工才能收听Siri互动的音频样本 我们的团队将努力删除 任何被确定为无意中触发Siri的记录 你满意苹果这样的改进吗 我们下转发Siri互动的音频道 我们下转发Siri互动的音频道